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个位置很难持续的上涨 所以依然还是受阻在这个位置突破失败 所以后续还有这个下跌的可能性 那下跌有什么位置你可以去留意 或许有一个不错的交易机会 我们马上去看 今天的日期是7月12号的3点50分 我们来看比特币的天图 我在昨天和早期的影片有提到 这一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你可以看到它依然还是突破失败 那在今天你可以看到 就是两根这个插针都是位于这个位置 所以这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阻力 如果有哪一天 它突破收回去这一个 五万九六万的上涨 那我们才会看到比特币 有一波这个反弹 否则呢还是会看比特币 会在这一个区域里面去震荡 然后再来突破出一个方向 或是说它会在这个位置往下插一根针 收回去上方 那我在昨天的影片有提到 因为这一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我之前也有提到为什么是这个位置呢 你从底部来个菲伯纳奇到底部 那你可以注意 其实它也刚好是0.618 所以如果说它后续可以来个下跌到0.618 收回上方的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多的信号 当然你要看它当下的这个价格行为 切换四小时图 这个就是我刚才天图所提到的一个阻力区域 那你看到它挑战一次两次都是突破失败的 而且昨天是CPI拉了一波之后呢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突破失败 待会呢切换一小时图 你可以看到是非常长的一个上影线 那我在昨天的影片也有提到了 这个上行通道是一个很漂亮作为参考的 如果昨天的这个上涨再高一点呢 那就很漂亮 因为它再高一点的话 它会碰到这个菲伯纳奇的0.618 刚好也是通道的顶部 那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交易机会 但是它并没有就是碰到这个位置 那其实这个比特币它是突破了前高 这个位置哦 你看就是它在这里前高 然后出现了一个假突破 那现在你可以去注意的是什么位置 我们放大这张图 那你可以注意的就是下方通道底部的这个支撑 这个就很关键了 你从底部这里拉菲伯纳奇到底部 但你可以看到其实0.618也恰好 是在这一个位置 所以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一个比特币 它有下跌到这一个位置 那你可以去留意 有没有很好的这个交易机会 那要是比特币在这一个位置没有撑住 它跌破了 那接下来要看向什么位置 接下来你可以看向这一个支撑区域 那刚才天图威有提到 Fibonacci 0.618在52 那要是说它下跌到了这个位置 插针收回去上方 那这个将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做夺机会 而现在来看呢 其实是还没有跌破 那这四小时图其实是正在上涨中的 所以如果说真的要出现反转了 就是说后续的这一个比特币在这里撑住 然后创出更高的新高 最好就是可以稳在这一个6万的上方 那它将会开启这个上涨的一个走势 所以这一个位置很关键 还有就是这个阻力也是很关键 谢谢你们的点赞 使用我的链接注册账号 新用户KYC充值100美金 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 你是可以体现出来作为交易 那在这里有一个交易比赛 还有5天的这一个报名的时间 欢迎大家来报名 就是变交易的同时呢 还可以领取额外的这一个奖金 那我们再次回到来 就是如果你对我的这一个会员群 或VIP资深群有兴趣呢 可以点击这里查看详情 或是联系我们的团队 我们来看以太亚四小时图 我在昨天的影片有提到 我们可以去留意这一个上涨趋势线 那在昨天的这一个CPI消息 发布之后呢 它是有冲了上去 就是突破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最后四小时的收盘呢 是收回来下方 而且这一个是非常看空的一个信号 而且是在昨天我提到的 这一个阻力你可以去留意的 那它冲高回落回到来下方 收在了这个阻力的下方 那这里将会是形成一个假突破 那这个假突破之后 你要在这一个位置去开空呢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也出现了一个很看空的信号 但是你可以看到 相对比特币来说呢 以太是比较强势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以太连前低点都没有跌破 你看它依然还是在前低点的上方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位置有开空的 我会建议你在这里去拿部分的盈利 设置止损在你的经厂价位 去保护你的本金还有你的盈利 那后续的这个以太如果还要持续的下跌呢 那你就需要去留意这个前低点有没有跌破 以太再一次下跌 我依然还是会看向这个很重要的支撑区 因为去留意就是它到了这个支撑区域 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价格行为 除了这个支撑区域 Fibonacci 0.618也是很值得你去留意的 就是在这个2962的位置 所以接下来的以太跌破前低点 那你就可以看向0.618 还有就是这个重要支撑 如果要以一个好的盈利比 或是很好的交易呢 我肯定是建议你在这个支撑区域呢 去找机会的 比特币的主力是位于59000到6000 那以太呢 以太突破哪个主力 你需要去留意 有可能出现反转 那就是这一个主力区域 这个主力区域是在3220到3250的位置 所以接下来的以太要收回去3250的上方 才会出现反转 所以它其实跟比特币目前是差不多一样的 就是现在这个主力是没有成功突破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昨天CPI的上涨 也是受阻位于这个位置 而且如果你以拉菲波那奇从顶部 拉到底部 那你可以看到0.618就是在3250 所以只要它是没有突破 回到去上方呢 那还是有这个下跌的可能性 就是说比特币和以太币 现在还有机会再一次探底 那再一次探底呢 你就可以去留意 它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些交易机会 好 那我比特币和以太币的分析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做一查考 拜拜 niki带你飞